你刚刚说 第三张跟第四张 OK 不要动 脚已经说起来了 第三张 拉筋伸展操 你有路了吗 有 第三张拉筋伸展操的分类 相较于把腿跨在公园长椅上的那种 伸展方法 拉筋伸展操需要多一点的技巧 拉筋伸展操有一定的规则与技巧 因此可大幅提升好处 并有效地降低受伤的几率 在这张中 我们要探讨的是 不同拉筋动作的特殊优点 风险及作用 并简单说明每种拉筋运动的做法 虽然有许多种不同的拉筋操 或伸展操 但大概可以归类为静态式拉筋伸展操 及动态式拉筋伸展操这两类 静态式拉筋伸展操 静态式拉筋伸展操 顾名思义指的是 知识维持不变的拉筋 刮弧伸展刮弧超 也就是全程只有一个拉筋动作或姿势 然后维持一定的时间 以下 是拉筋操的五个动作 所以我上次就跟你讲要维持一个时间 我知道啦 二十秒 我知道二十秒 那个是最基本的 能够迟到一分钟更好 一静态拉筋伸展 静态拉筋的做法是透过某个拉筋姿势 让想要伸展的肌肉刮弧或鸡群刮弧 受到一定的延展压力 不管是结抗肌群刮弧 作用相反的肌群刮弧或主动肌群 要刮弧 要伸展的肌肉群刮弧 都处于放松的状态 然后再对要伸展的肌肉刮弧或肌群刮弧 施加压力 接着就维持这个知识一段时间 让目标群群获得伸展 静态拉筋非常安全有效 受伤风险不大 对初学者及不喜欢运动的人来说 都是很好的选择 这有一个图三至一的一个示范动作 就是一个女子 一只坐在地上 一只脚伸直 一只脚那个驱起来 驱起来把那个脚掌呢 贴在另外一只直的脚的膝盖旁边 靠在地上 然后两只手往前伸 伸到那个脚脚的部位 这是三至一静态拉筋的一个示范动作 第二节 动态式拉筋伸展 这类拉筋法跟静态拉筋非常类似 但需要有同伴或辅助技材帮忙 由于有外力介入 肌肉受力较大 因此这类拉筋法的风险 也比第一种略为高些 要提醒你的是 必须慎选 结实 稳固的辅助技材 此外 有同伴帮忙时 绝对不要失力过猛 或突然用力 记得要慎选同伴 因为在做这类拉筋运动时 肌肉和关节的安全 完全操在同伴手上 被动式拉筋伸展 有助于进一步扩大肌肉及关节的活动范围 但风险会高一些 这种拉筋法 不失为良好的附届及缓和运动的选择 三 主动式拉筋伸展 主动式拉筋伸展运动 不需借助器材或同伴等的外力帮助 这种拉筋法是运用香肥板肌肉 刮虎节抗肌刮虎的力量 来伸展目标肌菌刮虎主动肌刮虎 相反肌肉的收缩可以帮助主动肌肉放松 最典型的一个动作是把单脚往前尽量抬高 剑图三至三 在没有同伴和器材辅助下维持这个姿势一段时间 主动式拉筋伸展是有效的附件方法 也是进行动态式拉筋伸展的前的一个很好的准备运动 这种拉筋运动通常很难 长时间维持你的姿势不变 所以每个拉筋姿势往往只能持续10秒到15秒 那我现在讲一下这个图三至二 三至二图三至号冒号被动式拉筋的一个示范动作 这个动作就是我们那天做过的动作 就是这个是很多几号 就是那个施者 施者就是手全身站立 然后两只手往后 然后同伴就是抓着他的手手掌往上伸 就是那天我们做过的 那时候是做单人的吗 没有做双人的 然后你的手本来是往上的 你说哦 不是 对对 你在往后拉吗 对对对往后拉 这是这个被动式的一个示范动作 这个是属于被动式拉筋伸展 图三至三号 主动式拉筋的一个示范动作 这个动作呢是全身站直 两手平放在那个 那个自然下垂 然后一只脚 身直举高 举高到与地面平行 这是图三至三 第四节 本体感觉神经肌肉诱发素 刮骨 PNF生展法 刮骨 本体感觉神经肌肉诱发素 是PNF生展法的中意名称 是一种比较进阶的柔软度训练方式法 同时运用到目标肌肉的伸展和收缩 这种伸展法原本是以附件为目标发展出来的 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附件运动 对于特定肌群的训练 提高柔软度 刮火 及活动范围刮火 以及增进肌力的目标来说 这种伸展法也十分适合且有效 PNF生展法采取的动作会让目标肌肉受到压力 由同伴施加主力让运动者维持姿势不动 收缩目标肌肉五至六秒 收缩强度应是肌肉情况而定 收缩的肌群接着放松 然后进行三十秒左右的有限度伸展 运动者接着有三十秒的休息时间 一个伸展操应重复二至四次 关于PNF生展法的相关时间问题 目前获得的建议 有些出入 例如 引号 每个肌肉 每个肌群应该收缩多久 问号 引号 或引号 每次收缩之间应该休息多久 问号 引号 其中的回应都不一样 就我考量研究过的资料 及个人经验后的专业看法 以下的时间建议 可为PNF生展法带来最大的效益 一 运动员及其同伴就定位 若同伴延展运动员的四肢 直到运动员的肌肉受到伸展 就感觉到紧张为止 二 运动员接着收缩 被伸展的肌肉 五到六秒 而同伴必须让运动员维持姿势不动 收缩力道 因是肌肉的情形而断 比方说绝对不要过度收缩受伤的肌肉 三 让肌群放松 接着同伴小心地将肌肉推展到硬重员活动范围的极限 把三十秒 中间休息三十秒 然后重复动作二字四次 这里有一个图 三点四 冒号PNF生展法的一个动作 这个动作是一位运动员躺在一个治疗桌上 这个施展手法的人 然后运动员一只脚伸直 另外一只脚游背试着 把脚抬高 放在这个帮忙的同伴的肩膀上 一只手按住他的膝盖 一只手握住 反握住他的脚底跟脚裸的位置 那运动员两只手放在腹部 这是PNF生展法的一个动作 下一页 第28页 第五节 伸展合并等长收缩 奇怪 前面都没有刮胡英文 这个有刮胡英文 是Isometric Stretching 刮胡 伸展合并等长收缩法 是类似PNF生展法的被动式生展法 但收缩肌肉的时间较长 这种伸展法会让目标肌肉承受很大的压力 因此成长中的儿童和青少年 不适合做这种伸展运动 其他建议 包括每两回伸展运动间 要有48小时的休息 而且一次只能伸展一个肌群 伸展合并等长收缩法的典型例子 是站立推墙的小腿肌伸展操 图3.5 可参照本书编号097的拉筋伸展操 运动者身体挺直 手不强 然后在感到舒服的范围内 将一腿往后尽量退到远处 双脚脚跟要全程着地 保持这个姿势 然后像是要